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哪些个机构 另外有哪些个监管措施 好 我们先看一下我国有哪些个啊 首先呢 叫什么呢 叫一行 哪一行啊 中国人民银行 还有什么 还有两会 哪两会啊 中国银保监会 还有中国证监会 还有谁呢 其实还有一家 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一稳 或者叫一金 叫什么呢 叫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在最新的内容上 别的教材上啊 已经把这个谁放进去了呢 这个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也给放进去了 但是我们教材上呢 目前还没有放到里边来 但是有介绍啊 怎么说呢 它是这么讲的啊 叫一委 一委啊 然后呢 一行 两会啊 还有什么呢 哎 还有一个一局啊 一局指的是谁呢 地方的金融管理局 这是目前的一个新的说法啊 一委 一行啊 这个两会啊 还有一局 这是最新的说法 好 咱们看一下教材的说法啊 除了一行两会以外 还有谁呢 国家外汇管理局 还有金融行业自律组织 呃 这些个考得很细致 好 我们先看一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这叫一委啊 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的11月份啊 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成立呀 我们知道啊 你中国人民银行 还有中国银保监会 实际上它都可以对银行进行监管 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 对吧 那到底怎么个管法呀 哎 另外 另外 现在这个银行也做保险 是吧 哎 银行 甚至呢 或者是保险呢 它也做银行 也做证券 呃 有点什么的味道呢 这个交叉的这个味道 有点要这个混业的味道 所以呢 单独的这种监管呢 它不是哎 非常的这个适合目前的情况了 于是呢 需要协调 所以我们要注意啊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它的重中之重是在哪呢 是在协调上 啊 所以考试 考这家机构是干什么的 我们得特别清晰啊 是作为国务院 统筹协调 金融稳定 还有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意识协调机构 所以它是干什么的 哎 是监管协调的 啊 是意识协调的 哪些方面呢 金融稳定 还有什么呢 还有改革发展 它名字上你看 叫稳定发展委员会嘛 啊 考试就喜欢考这儿 啊 呃 这个机构就在哪呢 呃 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 啊 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主要职责 呃 有可能会考到我们读一读啊 啊 一共是五条 还算可以吧 一定要记住啊 它是监管协调 是吧 哎 是干什么呢 是这个意识协调啊 好 咱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啊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 落实部署啊 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啊 啊 统筹啊 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 还有后边这个协调 哎 统筹协调啊 还可以干什么呀 哎 分析研判啊 做好这种应对 研究什么呢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处置 啊 维护金融稳定重大政策 还可以干什么呢 哎 指导地方啊 金融改革发展 呃 还有监管 我们看好了啊 是指导 指导啊 所以他这个部门呢 不像中美银行 不像银保监会那个样子 有具体他 哎 具体的职责怎么去做怎么去做 他这个的重心在哪呢 协调 是吧 哎 在协调啊 意识协调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2020的单选题啊 真好啊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它的基本职能是什么 啊 基本职能是干什么的呀 哎 不是 协调嘛 是吧 哎 这个这个 意识协调啊 监管协调 哎 集中制令 他干不了这事 啊 统一监管 那这也干不了这事 牵头履行 他牵头不行 啊 货币政策 宏观审慎 中国人民银行的事啊 统筹协调金融稳定改革发展 你看这名字 金融稳定发展 选递 这个题其实不难啊 应该能做对 好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它的主要职责有谁呢 哎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 有这一条吗 有 有 啊 审议 哎 审议啊 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 啊 这个可以吗 这个也是可以的 分析研判啊 国际国内金融形势 做好国际金融风险的应对 哎 这个也是可以的 第一 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置 和维护金融稳定政策也对 啊 负责地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 啊 这个对吗 这肯定不对了 为什么呀 多选题最少有一个是错的 另外他可不是负责 他是干什么 他是指导啊 指导 他可不是有这个责任的啊 哎 A B C D都对啊 这个 E呢是错的啊 他是指导 他不是负责 这一条 这个知识点里头考题 经常会考这种文字游戏 就差这么俩字 哎 这是2020年以来 考试出题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啊 好 咱们来看一下 中国人民银行这一行 中国人民银行呢 哎 是我国的中央银行 啊 是1948年12月1号 在石家庄成立的 啊 是由华北银行 啊 这个 呃 北海银行 啊 西北农民银行 合并组建而成 啊 在当天就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像这种北海币 是吧 面值最小的50块钱一张 面值大的啊 50万啊 甚至5万 反正有5万一张的啊 啊 后来呢 哎 这个 四年二月份吧 牵制北京啊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啊 嗯 1984年的1月1号啊 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在之前呢 他既是商业银行 又是中央银行 换句话讲吧 他又是运动员 他还是裁判员 首先他是商业银行 跟别的商银行一块竞争 同时他还管着别人 你这咱 这哪干得过他呀 是吧 不合适啊 所以1984年1月1号 新成立了一家 中国工商银行 中美银行 把他原有的那些个 商业的业务 都交给了工商银行 至此 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后来到了1998年的时候吧 哎 又开始改革啊 改成大区银行 啊 再之后啊 05年前后吧 哎 这个总部啊 北京总部啊 上海总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银行 它的性质和地位 首先咱们得知道 它的性质 它是什么 哎 它是中央银行 啊 是我国的中央银行 这是谁啊 是国务院下属的 一个正部级单位 啊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那是中央委员 啊 一般的省长 他都可能不是中央委员 只是个候补委员啊 央行的行长啊 他是这个中央委员 跟省长的级别差不多吧 哎 想当初啊 啊 代向龙是这个行长啊 之后呢 取天津市当市长了 那后来就是周小川的了啊 现在是义刚啊 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 正部级啊 嗯 中国人民银行能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 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啊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维护金融稳定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法里边的规定啊 是我们国家中国人民银行能做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银行的职能 中央银行的职能呢 呃 简单来讲是仨 那复杂来讲呢 是四个 在第九章吧 我们会详述中央银行的职能 那是四个 一般的教材呢 是仨 那三个呢 哎 叫发行的银行 啊 然后叫什么呀 哎 政府的银行 然后叫什么呢 哎 银行的银行 啊 这是一般的说法 啊 咱们看一下啊 中国人民银行啊 是享有人民币发行的垄断权 我们画的票子上面都是谁呀 中国人民银行 啊 如果是儿童银行 啊 或者是明明银行 都是假的 是吧 哎 不行啊 好 另外呢 它可以怎么办呢 经理国库啊 经理国库 是国家的这个管家 这叫什么呀 哎 政府的银行 另外呢 哎 还是银行的银行 啊 集中存款准备金 啊 充当最后贷款人 啊 组织这个清算 哎 这都是什么呀 银行的银行 大概知道就行了啊 第九章 我们再详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民航 它的这个特殊地位 什么性质啊 它是官呐 是吧 它既是这个 金融机构 它又是这个政府部门 啊 所以它能干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 哎 独立的啊 执行货币政策 要履行职责 开展业务 不受地方政府 各级政府部门 还有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 之前受干涉 啊 哎 之前来讲呢 都是省分行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在北京是总部 各个省呢 是分行 所以省长开会的时候 往往会告诉这个 哎 省分行的这个行长 哎呀 回头 你跟总行 是吧 哎 要求要求 给我们省呢 多弄点钱过来 这样的话 支援建设嘛 哎 这个开会 都是做头牌 啊 嗯 有一种什么呢 倒逼机制 什么意思呢 哎 省里边开会 就会逼迫啊 这个省里边的中国民航 干什么呀 你给我从中央弄钱去 啊 这些行呢 就跟中央吐槽 是吧 我们省里边日子不好过 你多给点钱呗 啊 这是倒逼机制 这嘛 下边逼上边 啊 后来朱镕基总理一看我 啊 行了 啊 我来个改革吧 啊 怎么改革呢 哎 大驱银行 啊 什么状态呢 哎 中国人民银行 啊 叫天津分行 哎 然后河北省呢 归天津管 啊 这回河北省的那个行长 那他就没办法弄了 为什么呀 因为天津那说了算 啊 之后 省里边一生气 行了 你们呢 开会 做后排去吧 别做前排了 你们地位 低了 啊 按照法律的规定 中美银行 具有什么呢 叫相对独立性 什么叫相对独立性呢 就是相对于政府来讲 它有独立性 啊 像中国人民银行 虽然它随属于国务院 但是它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 哎 是要根据它对国民经济的判断 来做出相应的政策 而不是看国务院的脸色形势 所以它呢 一方面接受领导 另一方面 还是怎么呢 相对独立 啊 好 那财政呢 不得向中美银行透支 啊 中美银行呢 也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也不得向地方政府各集中部门提供贷款 这个呢 知道一下啊 哪些事情呢 是它不能做的啊 好 那么 关于中美银行的职能啊 一般来讲呢 叫什么呢 哎 叫发行的银行 银行的银行 政府的银行 有的说什么呢 说叫国家的银行 这个都行 有的教材上写政府的银行 有的上写 国家的银行都可以 好 我们看一下单选题 根据2003年12月27日修订后的 中国人民银行法 下列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职能的是谁 哪个不是中国银行的职能呢 我们看一下 制定可执行货币政策 这没问题啊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这可以啊 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 维护金融稳定 哪个不在世了呢 C不在世了 03年 银监会成立 是吧 C给了谁了 给了银监会了 原来银监会呢 是中国人民行下属的一个银监局 结果一下子跟他平级了 是吧 中美银行也挺难受的 好 这个选C 好 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的单选题 我国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的金融机构是谁啊 谁是最后贷款人呢 银行 哪儿贷都贷不出来了 那就是谁呢 国开行 进出口 中国人民行 中国银行业证券监督管理协会 这谁起的这个名字啊 中国人民银行 是吧 他是最后贷款人 C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中国人民银行 他的职责 这块内容一定是重中之重的 重中之重 考试概率呢 还是蛮高的 三颗星 三颗星 职责 谁的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 一共20条 怎么背呢 半理解半背 就是半懵半背似的 就是咱们首先得知道 中国人民银行是干什么的呀 那是中央银行 是吧 他能干哪些事情呢 然后呢 根据这个呢 我们来看他的职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方面呢 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来 另一方面呢 是根据什么来呢 这个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 还有人员编制的规定 就最新的 19年版的这个 一共是20条啊 咱们来看一下 中国人民银行 到底具体能做什么 考试怎么考呢 他把中国人民银行的 把引导监会的 还要把这个谁啊 国家派管理局的 揉在一起问 哪个是引导监会的 哪个是中国人民银行的 而且呢 出的非常的细 他就搞这个文字游戏 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条 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是要 做一些事情啊 咱们看第一个叫拟定 金融业改革开放 和发展规划 你一定这些规划 承担这些个研究 是吧 促进 金融业协调健康发展的责任 还有什么呢 牵头 国家金融安全工作协调机制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很多时候 你记住 中民银行都是牵头的那个 他都是牵头的 好 另外也是啊 牵头建立 宏观审慎管理 我们注意货币政策 宏观审慎 这叫双支柱 它是中国人民银行 主要做的事情 所以它是牵头建立 拟定金融业重大法律法规 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草案 制定审慎监管的基本制度 建立健全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这个基本制度 这块呢 是银保监会合并以后 划归到中国人民银行的 之前是银监会和保监会 各自所有的 但是成立以后 银保监会就没有这个职责了 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 这个呢 要特别注意啊 拟定的这个 还有这个 制定的这个 好 那么第三条就不用背了呀 你看看 制定执行货币政策 信贷政策 货币政策 调控体系 宏观审慎管理 这就不用背了 为什么呀 货币政策 一看就是中美行的事了 另外 牵头负责 你看都是这个 牵头负责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还有应急处置 负责这些个规则的制定啊 是吧 牵头组织 都是牵头 负责 好 第五个 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 刚才那题咱们都做对了呀 那这个也不用背了 是吧 中国民航 他是干什么呀 最后贷款人 负责 对因化解金融风险 而使用 中央行资金的机构 他的行为进行检查监督 央行的这个事嘛 好 第六条啊 监管银行间的市场 这个必须要知道的啊 他只要是银行间的 就是归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包括后边我们要讲到的那个金融机构的 行业资历组织 银行间的这个协会 是中国人民银行来监管的 银行间有哪些呢 银行间债券 货币市场 外汇市场 票据市场 黄金 还有这个啊 场外衍生品 这都是银行间的啊 这是归中国人民银行来监管的 另外啊 就是牵头负责 跨市场的这些个啊 会有个部门制定啊 这些个规则 好 再有要特别注意 负责制定和实施人民币汇率政策 这一条呢 要跟国务院的哪个呢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区分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主要是跟这个国际收支啊 外汇啊 打交道 但是要注意啊 负责制定和实施人民币汇率政策的 是中国人民银行 不是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在这个方面 一般是参与啊 参与制定 好 另外实施外汇管理啊 跨境使用人民币的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 它不是国务院啊 这个国家啊 外汇管理局的这个 要特别注意啊 还有后边这些个啊 包括持有管理和经营 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事 好 第八条又是什么呢 签头负责 金融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 统筹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 负责 签头负责 好 另外呢 金融业的统计是中国人民银行的 要注意啊 它筒头的是金融业的统计 是金融业的综合统计 如果考试问的是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统计呢 那是银保监会的事 这一条要注意 中美银行跟银保监会的区别 好 包括这个啊 组织制定 金融业的这个信息化的发展规划 像互联网 信息化 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都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事 好 第十一个点就不用背了 为什么呀 发行人民币 管理人民币流通 那肯定是央行的事了 中美银行的事了 另外还有什么呀 统筹国家支付体系建设 支付 清算 这都是中央银行的事 是吧 中国人民银行的事 这个其实也不用背了 经理国库 这就不用背了 是吧 中国人民行的事吗 反洗钱 反恐 谁的事呢 也是中国人民行的事 管理征信业 也是他的事 另外呢 参加一些个什么呀 国际合作 包括后边这个啊 管理国家 外汇管理局 都是谁的事呢 中国人民行的事 智商转变呢 读一读就行了 读一读就行了 重点呢 我们把这二十条呢 好好的读一读 会的地方呢 咱们就不用背了 哪块不太熟 多读两遍 关键是跟谁区分呢 跟这个 银保监会 还有国家外汇管理局 来区分 好 一共是二十条 好 咱们来试一道题目 2020的考题 单选 目前 目前我国牵头负责制定 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 和应急处置预案的监督管理机构 是谁呢 证监会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我们说过 这个系统性的 包括宏观审慎的 都是归谁来做事情呢 谁来牵头负责呢 都是中国人民银行 选币 中国人民银行 就考得非常的细了 就是二条里面 随便拿出一条来 好 这个选的是币 好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根据中文银行法 和2019年出台的 中国人民银行 职能这个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下列属于中文银行 主要职责内容 A 依法依规打击 非法金融活动 负责非法 集资的认定查处 和取缔 以及相关组织协调工作 听说这条了吗 没有 大家发现了没有 就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 都是比较大的 是吧 宏观上的 对银行的 一些个具体的监管措施 都是谁的事了 银保监会的事 咱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蒙就行了 因为对银行的这种监管 是吧 主要的还是谁呢 银保监会的事 所以这个A呢 它这个不行 这个不是中文银行的 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 那这个事 那这个事 征信没问题 你一定金融业重大法律法规 这没问题 国库人民币 这个没问题 A不对 这个题还好 B C D E 我们能选对 按照规矩 最少有一个是错的 A不管会不会 他都是错的 是吧 这样的话 这个题呢 虽然不是完全的会可能啊 但是他的事实两份 是拿下的 2011年 2013年呢 也考过多选 当然2020年 也刚考过多选 中国民航的职责 还是非常重要的 要注意 它和银保监会的区别 也要注意 它跟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类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就是银保监会 我国金融监管的进程呢 了解一下就行了 84年以前 没有专门的监管 没有专门的这个法律法规 后来 中民航 就大一统了 再后来 有保监会 有这个证监会 有这个银监会 再后来 这就是重点了 两颗星 要知道啊 2018年的3月13号 决定的 2018年的4月8号 正式挂牌运行的 这个咱们要知道啊 2018年 那么合并以后的 银保监会 有一条不能再做了 哪条呢 我们说了啊 拟定银行业保险业 重要法律法规草案 和审慎监管 基本制度的职责 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我们说了嘛 第二条 是吧 中国人民银行 职责的第二条 就是这条了 这个呢 我们需要 注意一下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中国银保监会 它的主要的职责 三颗星 它呢 一共是15条吧 比那个 这个中美行 那个少点 你就想呗 目前对银行业的 具体的监管 主要是谁的事 银保监会的事 所以它这个更多的 是对银行的 一些具体的监管措施 另外 有关什么审慎监管呢 包括联合的呀 往往是谁牵头来的呀 中国人民银行牵头 所以它往往是怎么办 是参与 咱们把这几个措辞 给它拿捏好了 好题呢 基本上问题不大 好 咱们来试一下啊 那它说 第一条啊 依法依规 对全国银行业 保险业 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这还用备吗 银保监会 管谁呀 银行保险吗 是垂直领导 这个知道就行了 垂直领导 第一条不用备了 好 我们看第二条 对银行业和保险业改革开放 监规为性 开展系统性研究 是怎么办呢 你看是参与 拟定 参与起草 这是银保监会的事情啊 一些个法规上 主要是参与 参与 谁是那个前头的呀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改革发展 战略规划 银行业 保险业 重要法律法规草案 还有审慎监管 包括金融消费者 保护基本制度 谁来理定啊 中国银行 它是参与 拟定 另外起草 银行业 保险业 其他的 这些个情况 就除了这些以外 其他的 它是可以起草 这个都是参与理定 参与起草 好 第三条 依据审慎监管 和金融消费者 保护的制度 它能够制定 这个是必须要记住的啊 考试 考这个考的比较多一些啊 两颗星 它能够制定 银行业 还有保险业啊 审慎监管 还有行为监管规则 为什么 因为银行业 保险业的具体的监管 归谁管 银保监会 所以它可以做这个事情 另外还能干什么呀 小额贷款公司 融资性担保公司 典当行 融资租赁公司 商业保理公司 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等 都是归它管的 包括后边这个制定网络 借贷信息 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的监管制度 都是归它管的 这块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呢 是归商务部来管 像典当行 商业保理 融资租赁 都是谁呢 商务部管 后来改成谁了呢 改成了这个 银保监会监管了 所以这一条 一定要特别的把它注意 包括后边这句 网络借贷 借贷嘛 银保监会嘛 好 第四条 一法一规 对银行业 保险业机构 及其业务范围 事情怎么办呢 准入管理 另外审查高级管理员 叫什么呢 叫任职资格 不是谁都能当这个 董监高的 刚从局子里边出来 能不能做这个银行的高管呢 不能 是吧 这哥们刚把别的公司给整倒闭了 能不能做高管呢 也不行 这哥们欠别人好多钱 能不能做银行的副行长啊 也不行 是吧 这个对银行来讲都危险 好 那么制定银行业保险业 从业人员行为的管理规范 好 那么第五条 对银行业保险业机构的 公司治理 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 这都是具体的内容了 实时监管 这个都没问题的 好 第六条 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等 这个也没问题 负责统一编制什么呢 是银行业和保险业的这个数据 要注意啊 那如果是金融业的综合数据 是谁的事呢 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事 要注意啊 这个呢 是银保监会的事 另外 银行业保险业的 风险的监控评价预警体系 会同有关部门提出 他们的这些个 紧急风险处置的意见 建议阻止实施 好 另外啊 依法依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负责非法集资的认定查处取缔 相关的协调工作 另外呢 指导监督地方的 参加这些个国际的这个制定 国有重点 银行业金融机构监视会的这场管理工作 还有其他的 再有呢 就是智能转变 一共失误条 其实呢 加黄色字体这个吧 要特别注意一下 其他那个呢 我们就这么理解就行了啊 就是银行保险业 它的主要的具体的监管措施 都是银保监会来做的 尤其要注意 他跟谁呢 他跟这个 人行 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 好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真考啊 2020年没干别的 是吧 这几个监管机构 他都考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中国银保监会 这种说法 正确的是 哎 中国银保监会 依法依规 任命 银行保险业 高级管理人员 他能任命吗 他是任命啊 还是负责审啊 他 任命不了 是吧 他只能是怎么办的 审核 是吧 高管的这个任职资格 你行不行 是吧 他不能任命啊 中国银保监会 制定银行业保险业 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规则 咱再看下边的 啊 中国银保监会监督管理 银行监 债券票据 银行监 是归谁管 我们说过 你不管他是黄金 是吧 外汇 他是银行间 那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事 哎 银保监会负责推进 金融基础设施改革 还有互联互通工作 像这种金融基础设施 啊 什么互联网 是吧 这类的一般归谁管呢 中国人民银行 哎 所以整个的 我们比较起来 选币应该是那个 正确的选择 啊 选B 呃 A呢 是这个谁呢 是这个啊 银保监会的这个 呃 职责 是吧 哎 哦 这个A不对啊 为什么呢 银保监会 它是审查 啊 审查高管的认知资格 不是什么呢 哎 不是任命啊 任命不行啊 应该是审查 审核 审批 是吧 好 B是他的职责啊 C呢 是中美行的职责 D呢 是这个 呃 中美行的职责 好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国内委员会 它的主要职责有哪些呢 A 负责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视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这个是正确的 就是银保监会 它设立了一家机构 叫什么呢 叫国务院 哈 重点银行业金融监督啊 这个监视会 就是专门监管国家规定那些重要的银行的啊 这个是归谁管呢 哎 归这个银保监会来管他 他呢 管那个重点的那个银行 好 制定银行业和保险从业人员行为规范 这个是没问题的 依法依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啊 负责非法集资的这个认定 查处啊 取缔还有有关组织协调工作啊 这个有没有啊 哎 这个应该是有的 对银行业保险业啊 实施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 这个也是有的啊 承担全国反喜嫌反恐 反喜嫌反恐是谁的事呢 中国人民银行的事 ABCD 所以考题呀 很多时候 就是把中国人民银行 跟银保监会 它的职责揉在一起 让我们选 你说他能不能把证监会的揉在一起啊 不能 为什么呀 证监会 那就更好蒙了 为什么呀 证监会管什么呀 证券 对吧 欺货 对吧 基金 管这个的呀 所以 如果考中国证监会的职责 不哪蒙就行了呀 证券 期货 股票 是吧 就这块啊 包括基金呢 所以他跟这个 中美银行 还有银保监会呢 差点点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